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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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到成功八阶段的时候 我觉得找到了工作的方向 当我了解到私讯创业理念和事业模式时 我被彻底折服了 关掉专职从事爱多美事业之后我买了所有种类的产品 先后使用体验并不断地分享给身边亲戚朋友们 看似这一切都很顺便宗盛 最初遇见爱多美的时候 因为刚刚给公公婆婆儿子在上海买了房子 想开服务中心但没有钱 非常感激老师的服务中心 让我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面对老公的反对 我每天拎着装满两大行李箱产品 跑完市场回家就吵架 我心里焦脆 我和老公说 你要再反对我的话 我就和你离婚 等我在爱多美里获得成功了 我们再复婚 从那之后老公被我坚定的态度打动 每天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双方父母刚开始也是反对我从事爱多美 但是几年下来 他们现在已经离不开爱多美产品了 成为爱多美的爱用者 对产品也是连连夸赞 见人就说 在国外工作的两口子 一锦还乡了 受家人的影响 我的儿子到22岁后 也决定申请爱多美会员 经营爱多美事业 没有任何一种事业是一帆风顺 不劳而获的 爱多美事业虽然辛苦 但是我很快乐 每天第一班电车出去 最后一班电车回家 连续三个月 每天邀约五六位顾客 为了节省交通 每次都坐夜间大巴 去远方的伙伴那儿 就为了一位伙伴 也从日本飞到中国 第一次还跑了个空 有位顾客允许我 每天去他的美容院 为他的顾客体验产品 但是需要来回 坐四个小时电车 就这样连续去了三个月 有一位伙伴 我为了邀约他 每周参加完 研讨会就去他家里 讲十分钟 关于今天研讨会的内容 比如说今天分享的老师 原来是干什么工作的 后来怎样成功的 就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我终于成功地邀约他 参加研讨会 后来他也开始专业职 经营爱多美了 伙伴之间出现矛盾 并需要我去调节时 我会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安抚 等等这些事情好像都历历在目 通过不断的努力 我终于取得了小小的成绩 家附近的很多店铺 服务中心附近的很多店铺 伙伴家附近的很多店铺的老板和员工 都用上了爱多美产品 远方的伙伴们也在各地开设了服务中心 回国后平均每四五天 坐一次飞机或高铁 带伙伴们参加系统 核酸检测一个月就做了好几次 出差到每个城市 也都会在当地开拓新的客户 与伙伴们跑在市场一线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伙伴 因为初期在我没有经验 身体又跟不上的时候 和我一起出来奋斗 我让他们吃了很多的苦 我会一一记住他们 对他们负责到底 将来我一定会带领我的市场伙伴们 获得事业的成功 很多人问我 你从事爱多美事业之后 为自己定下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成功学院以后 我就决定挑战 营销经理 于是我写好了人生规划书 复印几张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几个地方 列出手机里所有的名单 记在本子上 一一打电话邀约见面 早上大声朗读完 人生规划 我就拎着装满两大行李箱的产品 去见顾客 让顾客适用产品 满意了就在公司的网站下单 没有时间来服务中心的顾客们 我会去顾客的店里 顾客的家里 或者顾客的家附近的咖啡店里 一边给他们讲公司介绍 讲述产品功效 一边做体验 除了在日本 凡是能联系上的 韩国的亲戚和在中国的亲戚 也一一去见面 或者给优寄爱多美的产品 真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爱多美的产品 改善自己的皮肤状况 竟想不到的是 他们体验之后都非常的满意 都纷纷问我 如何购买爱多美的产品 除了刚刚体验的产品 还有哪些产品可以买得到 就这样 通过不断的分享 我很快地达成了营销经理的职级 我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不停地邀约伙伴一起参加公司的成功系统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那一年 我反而挑战了高级营销总监职级 因为疫情原因 我没办法和以前一样分享产品 但是我通过运用线下 线上所有的系统进行学习和沟通 并且和老师还有几个核心伙伴一起学习 分享如何做好爱多美事业 每天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 公司的家人们也不管节假日 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爱多美谦卑服务的公司文化 才让我顺利地达成了高级营销总监的职级 当伙伴们在爱多美拥有持续稳定的收入的时候 他们主动联系我 对我表示感谢 我也从他们的语言中 感觉他们比以前更自信更积极了 尽管在从事爱多美事业的过程中 我没能陪伴儿子的成长 但我想通过我的努力 能让我的儿子陪伴孙子孙女辈的成长 在爱多美我拥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 以前大家都说 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 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 现在那些迫不得已被井离乡的伙伴们 也能像我一样 因为爱多美而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人们身边 尽管父母们都有退休金 但当我们每个月都给他们生活费时 他们还是会无比的开心 我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 未来自动化的生产模式 会夺走我们孩子们的很多就业机会 但是有了爱多美 我想家族世世代代的命运都可以因此而改变 我会加快前进的脚步 让更多的伙伴提前做好 迎接爱多美时代的到来 回国这半年里 公司不仅举办了每周一次的总部研讨会 每个月一次的成功学院 还有各地方分公司的一日研讨会 凝聚率研讨会等等 进入领导人俱乐部以后 我还获得了领导人俱乐部的奖杯 刻了我名字的名牌笔 大樱头印制公司标记的苹果 韩国传统年糕 价值几千元的产品 一周年的纪念品 纪念相册等等 公司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归属感 每次到总部就感觉像是回家一样 我非常感恩公司所有领导人和员工 感恩我的老师 感恩市场的伙伴们 感恩在系统里 分享经验的所有老师 因为我的成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我想说的是 我以外国人的身份 在没有人脉的日本 也能通过爱多美的产品体验 让爱多美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那么在座的各位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 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 爱多美是全球超链接流通枢纽 所以我们的顾客将会遍布全球 爱多美公司的成功系统 也会让我们的伙伴 在全球各个有分公司的国家和地区 共同成长 所以只要自己坚定梦想 按照成功的八阶段顺序去做 无论是否有能力 都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祝大家早日实现梦想 谢谢大家的聆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Rio de Janeiro 感谢大家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